章亭胡 袁子云 学生时期针锋相对 上大学后走往不同方向 不断相遇再错过 你怎么可以丢了名誉给我 告诉你那是名誉 骗我绕地球三大圈 我等你好久 两人主演国片你在我心上 影迷好奇这长达20年的喜欢 到底会不会有结果 这也是张亭胡与袁子云首度合作 除了演戏张亭胡还有运动员身份 这回更参与编剧挑战唱定义主题曲 都是因为好玩 而袁子云虽然是第一次拍国片 但他曾在录剧泡沫之下展露头角 日本电影在车上更让他被世界看到 其实在哪里拍片其实都差不多 主要最大的差别就是伙食 对我来说 我是很幸运可以参与这个部分 然后也很开心 很多人是因为这部电影而认识我 去年走上坎城影展红毯态度还是超谦虚 袁子云也跟美国公司合作成为黎敏的好师妹 其实现在就是会有比较多美国或是欧美的一些剧本 可以有试镜的机会 从IG的留言上面 然后就会看到各国的语言 也因此累积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 袁子云曾透露 陈妍虽是他闺蜜 首部戏剧还是在陈妍虽婚礼上谈成 如今作品越来越多 粉丝期待大放异彩 TVBS新闻卢鹏昌 云婷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